5月16日,著名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宇明在美国逝世,享年102岁 法国卢浮宫玻璃金字塔、中国香港中银大厦、苏州博物馆等建筑名作均出自他手 北京的香山饭店也是其中之一 5月17日,记者来到香山饭店探访大师的中国风作品 坐落在香山公园内的香山饭店采用了苏州园林的建筑风格 白灰泥墙十分雅致 整座饭店凭借山市,高低错落,蜿蜒曲折,院落相见 饭店内有四绝十八景,一步一景让人留恋 尽管身为建筑大师,贝宇明对自己的作品依然精益求精 不仅设计了整体外观、庭院、装潢 连酒店客房内部也做了统一的设计 客房内饰同样充满中国风 以灰黄颜色为主,与酒店整体风格和谐统一 对于香山饭店来说,贝宇明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 不少住客都是慕名而来,从早到晚在酒店中拍照留念 甚至有的粉丝明明家在北京还要特意来香山饭店居住 就为亲身体验贝宇明的设计 这样的粉丝还有很多,在贝宇明百岁生日那天 粉丝们甚至包下了香山饭店的庭院,并自费购买蛋糕 请演员演出,组织生日晚会,远程为贝宇明庆生 即使贝宇明并不会出席 我们开始接到的信息说贝先生要过一百岁生日 那我很吃惊,一百岁你要从纽约过来 我觉得是怎么回事 后来发现实际上是他的身份 粉丝自发的来举办这个活动 其实,酒店的管理层也是贝宇明的粉丝 酒店开张37年,难免需要修缮、维护 但维护过程中始终保留着贝宇明的设计理念 除了家具装饰有更换 贝宇明设计的装潢从未改变过 甚至连装饰的绿植也尽力还原了设计 善用光线进行设计的贝宇明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建筑大师 在中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地都留下了佳作